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四的早上,巴西甲組聯賽繼續進行各組 到時霍特尼莎將作客華斯高 霍特尼莎近方出色,他們已經連續多場未常敗職 今次走訪近兩輪未常勝職的華斯高 霍特尼莎贏面大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華斯高今季26輪僅僅僅積27分 球隊搶分能力偏弱,目前只能與戈阿斯同分 排名巴甲倒數第四,但考慮到球隊與新前隊伍積分相差不大 他們仍需為保祖而努力,只可惜球隊今次想要擊敗 霍特尼莎的確存在一定難度 首先他們比霍特尼莎小足足15分 終於見得雙方實力差距 同時華斯高自身完全在攻守失衡的問題 目前得色球比方面為27比38 就算他們主場作戰這個數字 也只不過是光達臨界點15比15 考慮到球隊近兩輪有一勝難球 華斯高今季不宜高估 陣容方面後衛伊達亞斯以及中場的 盧卡昆恩雙缺席 上市作戰的霍特尼莎近期整體表現不足 聯賽方面近百輪錄得六勝一和一負之出色戰績 其中有5場單場入至少兩球 追勞斯路領銜的風扇入球效率有保證 其個人目前亦攻入了7個聯賽入球 至於球會背戰線 霍特尼莎更是一路高歌猛進 在準決賽上交手和維巴甲的老牌競女 哥連泰師 兩個回合保持不敗成功淘汰對手 和尼加大學會試決賽 並好大機會奪灰 毫無疑問在士氣層面 霍特尼莎指握華斯高 加上兩隊最近三次交手 霍特尼莎兩勝一和之語 後方更能保持清白之身 且德式球比合共為5比0 就連對賽方面都手握優勢 霍特尼莎此行無得輸 陣容方面中場何高斯彭尼拿因雙免疫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